我们来观战一把喀哥的前锋啊 打的是取悦的小提琴 底牌挽留 先知祭司前锋拥兵这套阵容 蛮硬核的 但是祭司这个刷点不是很好 如果说上来找到祭司的话 穷者这边还蛮不舒服的 因为这个点位祭司的洞 他只能往后打 哦 哎 这个 我觉得这个位置直接踩这块板子 那是放祭司进医院啊 他可以就是逼祭司先交几个洞 你要就算要让他有这个位置进医院 也是先逼他 对吧 交洞什么的 刚才翻窗也可以啊 反正这个踩这个板子就亏了 踩这个板子这一轮走位 祭司一个洞再打进医院了 一个斜角洞 进二楼 哦 这边有个窗可以翻一下 往外一走 不想干扰对我的电击也行啊 这个位置两个洞的祭司还有一个鸟 不是很好处理 这鞋拉的真是妙啊 妙不可言 这还能给拉中了 证明 曲约对于小提进家的一个 对吧 技能的一个释放已经是如火纯青 第二下我就 我就信 他能够拉到 好了 镜头给到喀哥 前锋 喀哥这里 选择撞救吗 还是说贴过来啊 选择撞救 一波稳定撞救 可以 这波撞救很舒服啊 很舒服很舒服 这个撞救 因为先知的鸟还没给的 在祭司手上面 对吧 两个洞 先知鸟一给 在祭司身位已经拉开 然后往医院里面 因为二楼的这边好像先知在看了刚才 先知的电剑已经修开了 那这一个洞打进一月二楼 取悦这边不好办了 虽然说抓着祭司花的时间不是特别久啊 前面的弦 除非后面再有一个神奇的弦 在那个先知的鸟以前把这个祭司给秒了才行 喀哥这波救人非常的完美 再打一个洞 好 这边板子再给你吓一下 哎 你又没闪现 一刀 还把这个洞给打了 插眼是能看见祭司的一个身位 祭司这边直接就是知道你插眼了嘛 直接就是一个翻板 然后往墓地里面走 墓地还有我喀哥能保护的 喀哥这边的电剑修完以后 可以全程来保这边的祭司 这把我觉得求人者保平真胜了 每次当我说到求人者 对吧 有点什么什么的情况下 他在这 然后取悦的这根鞋就贼准 神准鞋 喀哥只能先把自己的电剑修开呀 这电剑不修开还要出事的 他修开 躲弦 追一刀还没打中 哇这刀没打中难受 回刀 好 喀哥 喀哥这边救人 你可是没博命的大哥 啊 取悦舒服的呀 这 这个局 灰神座 完了 这波真的没必要救 这波喀哥没必要救的 那肯定优兵会来救的 优兵实际上有博命的 怎么第一眼能把人救下来 这波 还把自己的球给耗了 完了 虽然说喀哥第一波救人很秀 但第二波救人真的没太大逼啊 真的没太大逼啊 这波救人有点亏的 不是有点亏很亏 开无球弄 一刀抽 50% 刚刚喀哥其实两个点都可以啊 就是他只要不要救 你说电击不休 去拿来 拿来保一下这边的祭司吧 也能保 保一保也可以 或者说对吧 受了伤害以后直接走也行 挨了一刀以后 回身来救就有点亏了 现在还是个地下室 取悦宝瓶真圣 这个游戏对吧 反转来的太快了 传售好过去 秒这边的喀哥败血 喀哥全世界 全村人的希望 这里还能够白白的吃掉一个佣兵的搏命 7秒钟以后下一根还行 喀哥至少一个货币弹了以后 不倒一场级了 这个闲点卡住啊 一拉漂亮 我觉得这个闲还是很准 嗯 先制外职位重新修一台 39秒 不好说 因为为什么呢 这边佣兵就算来救 他也没有那个啥 电机直接点开好像也不错啊 这电机直接点亮 可以的 两边开门 直接点亮 这波选择很优秀啊 然后佣兵手上有护壁 我在这里卡着先制开门 这应该是全场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对 这是全场最好的一个选择 先制 这里开门 对吧 你没传送 12秒 要一根弦打中才行 打不中 6秒钟传送 门开了 哇这个选择好棒啊 传 好看一根鞋 打中 啊 nice 这个佣兵这个选择 大家可以学一下 这个选择是最好最好的 因为很清楚的知道 对吧 他是交了传送去秒了这边的 也不算秒吧 抓掉了这边的前锋的 那么他的传送肯定是没有好的 我这边电机点开 然后呢 看你传不传 对吧 如果说你好了有传了 我这边可以来捞啊 如果说你没有传 我这边直接对吧 走门 因为你管不了先制那边的开门 嗯那这里取悦 刚才如果说他不追这个佣兵 而是开音符去打小门的话 可能有机会能够再留一个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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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